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想说现在的人都比较注重健康 我当时开始是一直想要走健康餐和的路线那样子 就是要以菜烫一烫这样子 比较清淡 比较少油的 但是我们刚开始也是边做边学 做的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好像吃那个没有油啊 他们都不喜欢 然后我又觉得传统的电当 就给人的印象就是油 就是湿 那我不喜欢太油 也不喜欢那太湿的感觉 所以那我们就调整了 就结合了一下 我的电当 我的餐盒呢就是 不要那么油 但是呢也不要那么的湿 就是结合了 就是又比那个清淡很健康 健康的餐盒呢又调整了一下 那现在就觉得很棒 这个生意呢一直都很稳定 老板娘脑筋冻得快 将四川家乡味的精髓 融入台湾菜色 主菜越来越多样 像是大壳狮子头 窗胃牛肉块 辣子鸡丁 焦麻嫩鸡都有粉丝拥护 在地华欣里 陈志颖里长就说 这是他从小吃到大 不可或缺的好味道 这间店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 以前我都会就是来外带 然后就买全家 假日之后就买全家的回去吃 那我以前最喜欢买鸡丁炒饭 然后还有它的番茄 蛋花糖 还有狮子头饭 都会买回家一起吃 那这个味道呢 从疫情之后还是保留 但是又更 又变出了更多花样 就像老板娘刚刚讲的 就突然做了一个变化 有很多菜色 那以前我最喜欢吃的鸡丁炒饭 还是有 但是旁边就多了 老板娘刚刚讲的这些 健康的蔬菜 让它变得色香味俱全 狮子头 我觉得它就是很 就是每天都可以吃的家常菜 就是吃了不会觉得腻 然后它的猪肉 就是因为有的狮子头 可能就是咬下去 它的肉可能就是 软软的散散的啊 或是很肥 但是它们的肉不会 吃的就是很顺口 像我的助理也是 他不喜欢吃肥肉 所以它一开始就觉得说 狮子头会不会吃下去 就软软然后肥肥的 但它吃了之后也觉得很好吃 所以就是这个狮子头 我觉得也真的是很家常菜 而且是从以前卖到现在 都一直存在的招牌 我们的红烧狮子头 也一到春节啊 也都是卖得很好的 甚至卖到高雄啊 中立啊 都是很多的 那个过年的订单 所以我们的狮子头啦 就把它纳入这个 餐盒的主菜 所以就我就很推荐的 当然是我们的 红烧狮子头啦 因为我们的狮子头呢 它都是真材实料 里面呢 没有什么加太多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去 好像冲那个肉啊 把它做得很大颗这样子 不 我们的全部都是肉 再来我们的牛肉 牛肉的话 我们也都是用的 这个澳洲的牛肉 吃炒的巴拉圭 那个牛肉 那我呢本身是四川人嘛 就想说 好像大家能吃辣的 也是还接受度蛮高的 那我就试着 慢慢的就弄了一点的 那个叫什么 先介绍这一道 鸡胸肉 现在的人呢 很想做健康 要吃高蛋白的 喜欢吃白色的食物 那我就自己煮 那我就一直 去看 这研究 要怎么煮的 让它润 让它有味道 那个辣椒跟花椒 都是来自四川的 料理好吃到许多民众 敲碗冷冻包 在疫情期间 店内的餐点更是热销 民众除了外带餐盒 也买冷冻包回家 简单料理就能吃得到美味 像这个牛腱啊 我滷起来啊 我都会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你回家自己切 在一种方式 我是切好好给你 然后呢有腹脂 然后呢你淋上去 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马上就可以吃了 再来那个没有切的呢 就是你回去 把它推冰以后自己先切 切了以后呢 然后自己再加热 就也可以直接上桌了 这个是最方便的 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汤包 牛肉汤包 那就是这一种 就是这一种 你看像我这个啊 量超多的 里面这个牛肉 有600g的肉 有600cc的盐汁 那我这样子 卖500块钱 因为我的主要是熟客了 常常常期在捧场的 然后呢也不在于说 要多么的赚多少 冬天这个羊肉卖的超好的 我汤跟肉分开装的 这个呢我也是只卖500块钱 它这个呢也是澳洲来的小羔羊 小羔羊带皮带骨的 因为通常带皮带骨 它都会比较贵 那我呢这个里面有用中药去熬 这个呢就是说又不像那个外面的 好像什么羊肉炉 那个弄的那个好像味道很浓 我不是我是介于红烧跟清炖之间 就是自己的自己的一套做法 老板娘凭着对吃煮的多年经验 还有乐观勇敢的个性 在疫情影响餐饮业的时机 选择转型销售方式与扩展管道 成功带领店内再创家机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